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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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我們繼續在昆斯蘭的Bunderburg 早就帶我們到碼頭 看一種我和Grace都沒見過的海產 好可愛,是什麼? 這隻是什麼? 是 咖啡蟹 咖啡蟹,好可愛,有耳朵 像卡通人物一樣 是 這隻蟹生長在大風大浪的海藏 大概是10米至60米深 這隻蟹跟其他蟹的肉質有什麼不同 這隻蟹的蟹味道跟蟹肉一樣 但是肉質爽得像龍蝦 真的爽得很多 還有一口肉 那如何分工和辣 分工和辣很簡單,看尾巴 尾巴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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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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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天而已 三天而已? 對, 三天就會死 所以一來水就很弱 所以我們很多次運回香港 一天就要賣光 如果賣不光, 就要馬上急凍 而且你看他的手, 這樣… 對, 沒什麼… 可以像木頭一擺他的手 是… 他不會反抗 反抗 他的反應就像你兩位, 反抗 什麼? 池哥 好… 不好意思…得罪了 那些蟹竹…用這個 是沙甸魚嗎? 魚鱗, 這些大條的沙甸魚 用這個網子, 用這個袋子入住 綁在這個網子裡 那些蟹聞到有腥味 牠會把蟹黏在這個網上 對 有時候一網, 十隻、八隻都有 黏滿了也有 這麼多? 對, 這個網跟平時有點不同 通常是一個籃子, 包著蟹進去 這是一塊平的, 牠們就掛在這裡 牠一找東西吃, 到處走走走 這些網錢就會勾住牠的鉗 或者勾住牠的釘, 牠不動 收起來, 牠就有魚鑊 捉這隻蟹會不會有風險? 有風險, 第一, 大風大浪 那裡很危險 第二, 收蟹上來的時候 牠每四十五分鐘就收一次籠子上來 收鯊魚, 看到有東西動動 有蟹, 牠就會搶起來 有時候鯊魚咬著我的網 牠連鯊魚也會收起來 好恐怖 次哥, 你去幫我們捉吧 我們等著 等著 那你睡覺吧 對, 等著… 這麼難睡不得 捉了咖啡蟹之後 然後工人會馬上把牠們運到碼頭附近的工場 然後放進大約攝氏14度的水裡 若果咖啡蟹還很生硬 就會原隻新鮮包裝, 即混出口 否則就會造成急凍海鮮 就像這些 這裡全都是急凍海鮮 有原隻的 蟹蟹, 還有這些拆了肉, 一箱一箱 為什麼這些是一袋一袋分開包 一袋一袋分開包 而是那些蟹, 急凍前 微微慢了爪 如果一到牠死, 蟹本身 有一些蟹裡面的汁會流出來 如果流出到另一隻蟹, 那隻蟹就會變臭 所以要獨立包裝 不要讓那些蟹汁流出到另一隻蟹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那些汁流出 蟹會流出來, 如果黏著蟹 一到那裡急凍, 蟹會黏著一塊塊 你一撕就會撕破蟹 所以每隻獨立包裝就方便你用 這些一盒一盒的蟹肉 都是用萬爪的咖啡蟹肉生割 他們怎樣生割 就是將蟹用很冰凍的水 冰著它, 然後拆肉 為什麼要冰著它? 就是因為冰的時候, 肉和殼會分離 然後它就這樣撕開, 把肉全部拿出來 一盒這些, 起碼要用四隻蟹才有500克 你知道蟹為何用凍水拆肉嗎? 用熱水來灑嗎? 不知道 太多了 不知道嗎?不是 你用熱水一灑它, 蟹味就會跑出來 如果你用凍水浸著它低溫 讓它離殼拆, 鮮味和蟹味都在這裡 好, 鮮味和蟹味, 我和Grace都沒吃過 這次當然要總司令煮給我們嘗嘗吧 咖啡蟹拿回來怎樣才吃到它最鮮、最甜 就是用清水灑它就行了 清水灑? 對 不是用海水… 放在這隻蟹這麼大, 大概灑它九分鐘 你還有零食呢? 我不需要加了 且慢, 什麼都不用加, 蓋起來 好, 灑完它九分鐘 拿出來用勾勾, 把吊著它吊著 為什麼要吊著它? 一直吊到那邊熱水 Keeping it 因為待吊著它, 讓它有一點水氣 會揮發的, 熱氣會揮發 自然冷卻後… 自然再烘到自然的溫度後 撕成一個很鮮味 好, 蟹又搞定了 可以吃了 盧凡翅哥, 你幫我們 好 好, 蟹拳給王國興 來 你也好, 吃得好 因為這個是沒有肉 因為這隻蟹 整隻蟹只有30%多肉 其實挺期待的 因為我一輩子都沒試過 咖啡蟹, 怎麼樣? 很爽 肉很大, 放一點 味道像蟹, 咬下去像龍蝦 這個不錯, 怎麼樣? 很滑 而且冷吃真的有另一番風味 這次我們很多海鮮都是熱吃的 這次冷吃, 感覺比較清新 平日吃冷的蟹或海鮮都會點醬 反而這個冷吃就這樣吃, 很鮮甜 這隻蟹我研究了很久 我們用來薑蔥 或者用來椒鹽做其他吃法 它生的時候, 放一點粉 一炸的, 全都會收拾 很少肉吃 吃不到那個鮮甜味 所以我用滾水來灑 灑完之後, 肉很紮實, 疏起來 好像多了很多肉吃肉 對 我覺得我們很榮幸 因為咖啡蟹困到香港, 很容易就死 所以在這裡可以吃到這麼新鮮的咖啡蟹 很棒 它都很… 整塊肉 謝謝, 刺哥 Bunderburg是昆治蘭的農業重鎮 所以在這裡有很多不同的農產品 為什麼這裡的農產品這麼漂亮呢? 當然是跟泥土和天氣有關 Bunderburg的天氣, 像今天一樣 一年四季都是陽光火照 對, 因為這裡的泥土是火山泥 所以它的養分和礦物質特別豐富 這裡出產的農作物 每年四季都有收成, 像金斜一樣 種完收成, 再種每年都循環 這裡一年出產的農產品 你猜猜多少澳幣? 多少澳幣? 是四個億澳幣 有沒有金斜可以讓我們試試? 當然有, 這裡 可以這樣 現在不太甜, 還有少許酸味 因為現在只種了一半 要再多種幾個月才能收成 我咬不下去 現在還很嫩 你咬不下去嗎? 你也咬不下去 來, 我幫你咬吧 厲害 厲害, 四哥 不用…你吃吧… 我叫你不要吃這麼多糖 牙齒都破壞了, 你看 幾十歲的牙齒還很有牙力 很有牙力 這裡的甘蔗主要用來做什麼? 甘蔗出產的糖主要用來做冰酒 我們也要去做冰酒 我們也要去冰酒廠看看 這間冰酒廠在1888年創立 現在他們的產品暢銷整個澳洲 在酒廠裡有一個展館 除了放了以前做冰酒的工具 還有很多資料 詳細講解冰酒的製作步驟 做冰酒的主要材料 有蔗糖、水和酵母 等它發酵了 一日半之後 酒精的濃度就會達到八度 然後經過兩次蒸餾 酒精的濃度達到78度 然後就進入一個很大的橡木桶 這個橡木桶可以放到 七萬五千公升的冰酒 經過兩年的陳年之後 他們就會加水 然後酒精的濃度就會降到37至57度 在展館旁邊有一間小酒吧 可以讓遊客嘗試當地冰酒的飲法 其實有冰酒最傳統的方法 都是冰酒和可樂 所以現在請用冰酒和煮酒 三杯,一人嘗嘗 試試看 好的 試試看 四哥的冰酒會不會做甜品? 中式的甜品比較少用到冰酒 多數用在西式的甜品當中 我們中式煮東西會煮一些紅肉 就是蚊子牛肉類 或者羊肉類都會加少許冰酒 對,我記得冰酒和提子 都會做很多甜品 例如雪糕和蛋糕 其實這款酒的酒味不濃 反而我覺得甜了一點 你不停喝,有酒精在這裡 都會醉的,會上河 加了可樂,大概有4.6度的酒精 所以喝的時候也不會太濃的酒精 就像一杯啤酒般上河 對 不如我們嘗嘗另一個 酒和咖啡 好… 他加了奶 我想應該會比較甜 他們說要不攪拌,不要攪拌 就是要熬,不要拿羹或食材 因為這樣會影響酒的味道 我們現在喝吧 我覺得喝起來其實有咖啡味 我想是咖啡忌廉,是不是? 我喜歡喝這個 這個好像甜品一樣 對,有奶,還有酒味味比較濃 這個挺有趣 這個配什麼甜品好呢? 池哥,這個味道好 這個當然會用蛋糕好一點 用蛋糕? 對,喝一口酒吃一口 朱古力蛋糕或咖啡 在Bunderburg,吃完咖啡蟹,喝完酒 然後總司令帶我們去到一個海鮮工場參觀 這裡全都是東星班 很多人以為東星班來自菲律賓、印尼 或者沙巴 其實澳洲也有出產東星 澳洲現在出產的東星的量數挺大 佔了全香港的百分之六十多 不用擔心,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在東星班的色澤 它的色澤 vä now 比較淡湯色,因為濃紅色 或有偏黑色 其實這條魚是否挺難去釣 或捉住呢? 其實東星班在澳洲也不容易 因為我們在沙巴 我們一艘船出海 最多是100公斤左右 但在澳洲釣魚, 出一次五天的海 會去到300公斤至500公斤 對它的量數非常大 冬星有三種顏色 這條是黑色, 這條是淺紅色 這條是紅冬 但這條魚剛才好像沒那麼紅 而且這條魚撈起來好像比較紅 為何會變色 因為魚撈起來會怕, 怕會變色 好像人一樣, 臉青青 對, 要養定顏色才穩定 這個就做兩道菜 這條是三斤多的, 魚味非常濃 所以這麼大條 如果它這麼厚, 用來蒸會很粗 要蒸的時間很長 對, 通常用來蒸的方法 例如頭, 肉, 骨, 骨, 骨 哲哥, 你可否拿這條給我看 這條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你看 還有很多斑, 斑很漂亮 如果斑越黑, 越漂亮 有沒有這樣分嗎? 沒有 其實沒有, 越鮮紅的魚撈 鮮紅多了 你撈起來又沒有鮮色 皮鮮紅, 但肉紅透白 所以我們中國人以頭 生日、結婚的, 一定要紅色 所以這些魚特別貴 說到東升班 相信很多人都一定喜歡吃 我們當然不例外了 不過這次總司令要霸主 他說帶我們去一間當地的餐廳 嘗嘗地道吃法 在香港, 東升你們吃得多了 蒸, 燜, 各樣東西都吃過了 嘗嘗當地人的做法 他們放了一些香料 用白千層樹的樹皮包著東升來焗 煮熟過後, 用酸菜來吃 你試試吧 好 其實這個橙桑桶是一種很傳統 澳洲以前土著人 都會用樹皮包著食物 例如肉或魚 然後在營火燒著食物 他說這種橙桑桶的香氣 很香 對, 有一種木香的味道 這種樹皮,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如果用刀仔批蒜手撕一塊樹皮 包著就像紫裂一樣 真的很香 怎麼樣? 次哥,我在香港不是經常吃東星斑 不過吃的時候都是清蒸 我覺得清蒸就能吃到魚鮮甜的味道 因為它會放一點點醬油 這樣烤魚就能吃到一種香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樹皮的木香味 在魚上也能吃到 這個呢?次哥,這是什麼魚? 那種是皇帝魚,這裡叫皇帝魚 是一種油甘魚的一種 魚很有趣,用那個鍋子圓軟的 把樹皮浸濕,放在鍋底底 在下面一直燒火,樹皮有煙 魚放在上面 但是魚放在上面之前浸一浸味 然後放在上面,用煙就分開它 你看看煙味和你吃的有不同嗎? 很好吃 因為它用上面的調味料很棒 因為魚吃到煙燻的香味 但是調味料有點辣 有一點辣辣的,酸酸的感覺 很有趣,我覺得這個魚配紅菜頭很好吃 因為魚很嫩滑,紅菜頭又很爽脆 真的有很多層次感,很豐富 對,你的食法也不錯 因為它的煙味不是很重 因為我也不喜歡吃煙味很重的東西 對,輕輕地吃起來很香 對,不是過鹹 其實這個樹皮,慈國 你又會想到什麼方法 用它來煮中菜呢? 雞可以嗎? 這些樹皮用來做雞,學你這麼說 雞散了鹽,用漂亮的沙薑 拌著它,外面再用泥包著它 做黑衣雞 對,其實他們說 很多時候我們煮東西 用石子包著食物 他說這個樹皮很像石子的用法 但是它比較天然,不用用石子 這邊多樹沒有,香港比較少這種樹 所以我在香港找這些樹皮很難找 我們幫你拿幾塊花紅了 是 怎麼說? 好…拜託… 在澳洲原來可以找到一個這麼大的竹林 這次總司令帶我們來 是想我們嘗試新鮮的竹筍 很聰明 很大的竹筍 看過沒有?這麼大的竹筍 沒看過… 這個地方有三公頃都是種竹 專門出產這些竹筍 其實澳洲當地人不多吃竹筍 通常醃製後就出口 十二月到四月就是修成的季節 這個是不是適合吃? 最美的吃筍的時間 在香港或中國就是春天 春筍,就像你們倆那樣 剛開始發芽 這條是大條鴨頭 是嗎? 這麼大條已經變了竹筍 下面到上來都起筋了 就不發蒜了,就斬了 那些呢? 對,那條是大了一點的 我們要找些剛好在泥裡飄上來的 只吃那些小的? 對,差不多高就夠了 我們去找找,好嗎? 好… 要找好東西吃,當然要花多點心思 讓我和Sarah慢慢找一下寶寶竹筍 寶寶竹筍?寶寶竹筍? 這個太大了 這個行不行嗎? 你找不到嗎? 好 知道嗎?寶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 你看這個… 寶寶寶寶 這個…對了,這個長了一點 但這個很適合,來 滑滑滑滑出來的 滑滑一點泥 剛在泥裡飄出來的就最暖 好 是不是這樣可以吃? 這樣可以吃,也可以吃的 有一點點夾夾的味道 可以,可以埋住,但花花要處理 刺哥,你說大的不好吃 你現在怎麼切一棵這麼大? 大的,外國人喜歡吃大一點 因為我們… 我們中國人喜歡吃筍尖 是 所以現在這些大得來 這裡也比較爽,但微微起了筋 我們現在看著蠻香的味道 但是蠻香的味道 就算是蠻香的 然後蠻香的味道 就是蠻香的味道 然後蠻香的味道 這些味道如何 我們就是蠻香的味道 然後蠻香的味道 對,蠻香的味道 蠻香的味道 如果切, 要起筋, 一定是叫的 為什麼? 叫才會爽脆 好, 切好了, 放進去煮 要加少許鹽 這裡煮大概15分鐘左右 先把苦味扯出來 好 慈哥 是 我有東西考考你 考我什麼? 考我了, 讓你考我 讓你考我 讓你考我吧 我想問你, 你知道筍有多少百分的水分嗎 現在是百分百, 雨天 我問筍, 不是那天 他們說筍有70%的水分 所以剛才你燒的時候, 它排出了很多水 想不到, 我還以為會有這麼多80 有這麼多, 竹筍是屬於草那類植物 需要很多水分去生長 蒜蓉炒得筍很香 好, 完成 但是還有一點苦苦的, 翅哥 因為我熟了15分鐘 應該是19分鐘就沒了 但是很爽脆 但是鹽老了一點, 起一點筋 如果再嫩一點就更好 原來燒了這麼久, 煮了這麼久 苦味還在裡面 對 所以做筍的時候的過程挺長 很多功夫, 起碼要煮九個字 味道就出來了 如果煮九個字, 煮的味道 粥的香味就消失了 刺客, 除了用蠔油炒 還有其他方法會做得很好吃嗎 當然有, 用來煮湯也可以 用蠔油、蝦子也可以 用來燜菜也可以 很多種方法都可以用到筍 原來做好吃的筍 事前有這麼多功夫 刺客, 下次你親自出馬 砍點筍, 煮給我們吃 好嗎? 好, 我們不自己煮了 快點吃, 多吃一點 在黃金海岸這裡的海域這麼漂亮 一定有很多新鮮的海鮮 刺客, 當地人會去哪裡買好的海鮮? 就是這裡, 全部都是漁船、蝦船 全都放在這裡 我知道漁船會每個下午出海 然後第二天就會拿新鮮的魚鑊回來 對, 但這個市場有很特別的東西 有半份海鮮煮熟了, 可以即買即食 不如我們今天早上吃海鮮早餐吧 好… 雖然時間上早只是七點多鐘 但這個碼頭已經有不少人 專程來買海鮮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們一樣 來吃個好早餐呢? 這邊有新鮮熱辣的蝦 美麗的食物 我雖然很餓吃, 但是… 頭上有很多蝦 很多雞, 真棒 很香 是不是?我喝不住了 蝦肉很爽 要用海水來炒 蝦, 很熱… 你等一下咬下去 蝦的海味真的很濃 來, 吃吧 來到昆仕蘭 這座山真的不能撐住 你看, 它多肥肥 蝦肉真爽得不得了 這是什麼蝦? 不知道 太鹹芒, 這是老虎蝦 老虎, 難怪這麼大一隻 買蝦就一定要黏得緊, 黏住 不要脫頭, 脫頭的蝦就死了 所以… 真是死了很久 除了這個碼頭 其實在黃金海岸 還有不少專賣海鮮的專門店 這間位於海邊的店舖 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新做了泡飯給你們吃 材料是你們選擇, 看看合不合我的心水 好啊 不如拿新鮮的魚 然後做些魚粒, 放在裡面炒在一起 然後上面也鋪上新鮮的Sashimi 食材 那不是泡飯, 又鋪Sashimi 又不行, 你說得夠夠, 不行 你說 我覺得你應該拿魚頭熬湯底 然後拿墨魚汁和飯一起炒 再做泡飯 有些道理, 不過不是我的心想 那怎麼樣? 今次的開股 你也不選魚, 先選東西吧 選完東西才說… 選什麼都可以 要什麼東西, 對吧 好… 白爪魚 你們兩個就像白爪魚一樣 白爪魚的濃味也不夠 因為白爪魚, 你用湯煮 越煮得久, 越煮得越困難 很困難, 軟口就不好吃 所以一些可以煮很久的海鮮 對, 因為泡飯要泡到的味道 再選 你們兩個猜了這麼久, 都猜不中了 我就是用這個, 琵琶蝦 還有呢? 加這個蝦, 這個蝦牛湯 雙蝦泡飯嗎? 對 選好材料之後 總司令馬上進廚房大顯身手 好, 三、兩下手勢 色香味味的雙蝦泡飯就完成了 琵琶蝦, 老虎蝦泡飯做好了 我從沒想過我們會在沙灘吃泡飯 沒錯 這個很新鮮 我這麼多年在沙灘餐 除了吃雞蛋糕之外 這次是第一次在碗裡 喝羹在這裡吃泡飯, 主哥 你這次真的有驚喜 很新鮮, 你知道嗎? 很新鮮 這個泡飯, 我們買了兩種蝦 老虎蝦, 把蝦剝出殼 把蝦肉做蝦球 然後頭和皮白蝦 也是這樣把蝦拿出來 頭拿去用盤子 先烘香 烘到它變香了 放進去熬湯, 熬濃湯 熬湯, 熬湯很短時間就可以了 半小時就可以了 硬火煮, 煮半小時 是 加起來就可以用了 煮白飯 放在底部切芫茜、蔥 有芝麻, 最好放芝麻 這裡沒有, 沒放芝麻 如果芝麻更加香, 是嗎? 然後撞湯下去 對, 留在一點飯, 要吹一吹 開到油最猛, 把飯炸 炸至飯金黃香 是 加起來炸, 炮起, 這樣就香 我平時吃的泡飯 都是用魚做湯底 四哥, 竟然蝦的湯底 非常鮮甜, 很濃味 四哥, 你為什麼會想到 用兩種不同的蝦? 因為用兩種不同的蝦 牡蝦比較濃, 老虎蝦比較鮮甜 兩種濃, 一種濃, 一種鮮甜 混合起來就更鮮 可否用其他材料? 其實其他材料可以 可以加一點魚肉, 用龍蝦 或者用蟹肉都可以 很棒, 切哥 果然能給我們驚喜, 加分加分 加分 這裡就是布里斯堡 在澳洲第三大城市 雖然它是第三大城市 但是近幾年, 人口和經濟 都增長得最快 不如我們在賺錢之前 去玩玩這個摩天輪吧 我買了三張鞋子 一定要去, 志哥 你不肯定要去, 來吧 對… 想不到平時什麼都拿不到 他的總司令 這次看著摩天輪 竟然臨時熟殺 算了, 這麼漂亮的風景 讓我和Sarah欣賞欣賞 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這裡 居高臨下欣賞整個布里斯堡 的城市景色, 真是很棒 刺哥這次撇掉我們 不陪我們玩 讓我們扮暈, 嚇嚇他 刺哥, 真的離開 怎麼樣?暈了嗎? 對, 我很失望 又說好… 還好 不理睬你, 空暈 這邊…宋慶蓮 坐完摩天輪 我們繼續在這個城市周圍游覽一下 這條就是布里斯堡 最繁忙的暴行街之一 這裡不僅可以購物 還有不少人進行街頭表演 吸引很多徒人圍觀 看完表演, 我們就出發去吃甜品 我知道這間餐廳的甜品很有名 這次總餅廚 還教我和Grace做Pavlova 做Pavlova要的材料是八個蛋白 兩杯糖, 三茶匙的三分 還有少許檸檬汁 現在就看看怎麼做 布里斯要先拿蛋白 放在鍋裡 因為這個蛋糕本身 不是一個實性的蛋糕 吃起來有點像棉花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把蛋白淀粉拌至柔軟 對, 把蛋白淀粉拌至柔軟 首先加了這道生粉 他說生粉的作用就是… 因為這個蛋糕 待會就要放在焗爐裡焗 他說生粉可以幫它保持形狀 不用一焗的時候就太軟 之後他放一點檸檬汁 他說檸檬汁就幫助… 免費焗的時候的糖會變硬或焦 因為這道蛋糕真的有很多糖 其實這道蛋糕非常傳統 很多時候在澳洲星期日 都會叫親戚朋友來家裡聚集 如果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即是一個特別的一天 他們通常晚上吃飯或中午午餐 都會做一個泡菠蘿 他說要發到所有東西是熱一點 這樣才可以拿下去焗 這是一個泡菠蘿 很容易… 要做的形狀 對 現在他會把這個泡菠蘿的材料 擠進蛋糕模裡 也有人會把泡菠蘿 做成不同的形狀 例如旋轉雪糕的形狀 或是一層層的形狀 很多不同的形狀都可以 好, 現在要煮嗎? 對, 放在蛋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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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可以幫蛋糕裡裝飾一下 好, 怎樣幫他裝飾? 做什麼花款呢? 不如今次我們搞笑一點 看看能不能做到刺哥的臉 畫得挺難的, 刺哥的臉 對, 好 刺哥有副眼鏡 不如我們做一副眼鏡給他 這個就是我們餵食總司領 Pavloba 是 黃蕙芹 刺哥, 這個是刺哥Pavloba 特意做出來的 很鷹俊 你們兩個都很麻煩 是, 弄幾個蛋糕 是否很像 刺哥, 你在我們眼中就是這樣 不是吧 你的蛋糕味道不錯, 差點火候 如果邊緣焗金黃一點 更好吃, 差一分多鐘 蛋白不會有生味 吃下去就香口了 是否失敗了, 刺哥 不失敗, 味道挺好吃 對, 不過燙多一分多鐘就好一點 不如這樣吧, 這次你不要平軟 這個蛋糕了 你平軟我們, 有沒有心 我們倆特意做蛋糕給你吃 那就算你們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怎樣獎我們了 獎項, 玩我又不獎 黃桂嶺 是 我拿了咖啡蟹, 你說請嘉賓來的 有, 今天超級紅星 已經是黃桂嶺 黃桂嶺, 鍾樹曼 還有Yumiko和Kent洪卓 是 你們吃過咖啡蟹嗎? 沒… 不如我進去做給你們吃吧 好… 咖啡蟹平時在香港很少機會試到 所以總司令這次就準備做咖啡蟹宴 四位嘉賓一定很有驚喜 咖啡蟹宴已經做好了 好, 首先吃凍的咖啡蟹 好 要怎樣吃 要怎樣吃 最好蘸蟹宴 蘸蟹宴 蘸一點點, 不要太多 謝謝 很甜 是否比平時的蟹甜一點 甜一點, 是的 所以這隻我這次用來 煮了它就這樣剝給你吃 你吃到真正蟹的鮮甜味 其實通常這隻蟹的煮法 不需要其他配搭 通常都是這樣煮 是的… 其實不點也很甜 薑蔥也可以… 但這些蟹會否跟其他蟹不同 是不是很貴的 貴, 從澳洲大陸回來很貴 人一想到這個問題 是, 這隻蟹比其他蟹鮮甜一點 我覺得這個蟹好吃 但我們平時去街市買到嗎 街市很難買 對, 通常去批發的那些才可以買 那我們下一道菜是什麼呢 對, 這個用咖啡蟹肉拆掉 然後用鮮肉洋蔥 再用芝士炒香來焗 芝士很棒 兩吃 厲害, 表面是煎得很脆 但底部又沒事, 當然 志哥, 是否煎完煎至焗 還是怎樣 這個不是煎, 炒香了餡 炒香, 把番茄釀進去 番茄首先用滾水來焗, 煮好皮 然後用免火爐炒香 炒香後, 用免火爐來搶香 搶香香味的番茄 對, 這樣就脆了 有很多汁 對, 你一按番茄 汁會流出來的 裡面有很多蟹肉 很棒 對, 你們經常要出鏡吃多點番茄 為什麼? 番茄美容 有放氧化的作用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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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氧化的作用 是嗎? 生的番茄沒有味道 生的也可以, 但沒有熟番茄這麼厲害 對 對, 放氧化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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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了 這樣整個拿著來吃 這樣才吃得爽口 真的這樣全… 對… 沒錯 對… 駕駛看你吃多一點 你還說要明哥… 明哥, 讓你嘗嘗來看看 你嘗嘗美一點 表演一下 在觀眾臉上 我一向都覺得你的嘴很漂亮 我想看看你 我們還是先吃 很先, 這樣吃好吃 很香, 這是什麼醬? 這是用日本味噌 味噌… 其實等同麵糞, 一樣 對, 麵糞 但用何以包著去烤? 這個 我們用少許鹽味, 先入味 這條是什麼魚, 刺哥 這條是油餐 油餐… 餐斑有很多種 有花餐, 油餐 那是鹹水魚嗎? 鹹水的, 鹹水的 所以這條魚的魚味特別濃 厚, 這個皮 這條肉是爽的 對 但我覺得味噌的味道是… 全入了肉 是否用荷葉包著會比較入味? 首先我們用味噌 可以用薑和九層泡 再用荷葉, 一邊乾荷葉 一邊青荷葉包著 為何要荷葉? 荷葉會比較香 焗完後打開也行 焦葉就行, 但焦葉沒有荷葉 真的可以嗎? 可以的… 對, 焦葉是否用這種魚 因為它的膠質比較厚 不會焗得太熟 因為我們在魚裡 切了多少, 讓它入味 入味, 焗的時間控制得好 它不會乾 這些魚大概焗12分鐘就熟了 這麼大條? 對, 因為在魚的兩邊 背部也切了一刀 會比較快熟 我們吃完香口濃味的食材 我們煮個菜 煮個齋 素材不是唇齋, 是用冬菇、法菜 雲耳、黃耳、雪耳 做素材 可以 我們一起去煮吧 好 Sara, 你陪著這兩位 好, 我陪著你吃 我們吃完的菜, 你們都覺得有點流 想清一下 對, 所以這次教你們煮素材 對… 我們用冬瓜, 冬淋素材 冬瓜, 首先切一片片 改了, 要先蒸淋 蒸冬瓜時, 要灑點鹽花 蒸大概10分鐘, 它就淋了 用湯來煮素材 因為素材要入味 這些味道, 你看起來像上湯一樣 對 其實不是上湯, 是用素材來煮的湯 即是咬出來的 因為我們用芽菜, 用大膽芽菜 用紅蘿蔔, 用冬菇 用素材的食材來咬 對, 我們用素材 我們有… 木耳 冬北木耳 你還看到一些…是黃耳嗎 是 黃耳 這個是雪耳 雪耳, 很多耳 對, 我知道雪耳有燃窩功效 也是對女生好 冬菇 冬菇 冬菇, 早上用少許鹽花 用少許薑蔥 拌一拌, 先蒸淋 然後再餵入味 把素材的味道, 煮入耳、菇 才會夠香 這個要煮多久呢 這個大概煮四、五分鐘 拌勻, 讓它收一收 把湯的味道迫入 對, 煮多久, 要倒進這個鍋裡 浸一浸 讓它更嫩嗎 它才入味 索… 對, 再入味 稍後我們才隔 好, 餵完素的湯汁就要倒進這裡 不要浪費 比較入味 好, 浸泡法菜 因為法菜也要入味 這樣放在這裡 好, 我們就炒了 好, 這是西藤嗎 這個不是, 這是蝸筍味 蝸筍的口味 因為厚身和味道比較濃 我們把它炒一炒 而且比較爽口 我看到有很多軟身的菜 然後吃一些爽脆的菜 口感也會有 我們用白果先白 白果… 用點鹽狗 我覺得超級排毒 我也是超級排毒 是嗎 好, 先炒香 好, 為了入味 我們放進去炒 很香 很好, 其實真的不太多油 不要加太多油 不用太多油 是的 而且沒什麼油, 但又好, 很光澤 可以 好, 不如你炒 我把那些… 真的嗎? 炒香 炒香 然後全部都是材料 然後就放上去 放在中間 好 放在中間 然後還有這個法菜 是不是這樣 記得按些法菜就… 按些汁出來 放一點 然後就… 真香 好, 最後就… 然後我們把芡芡埋起來 現在才做芡芡? 是 很漂亮 好了, 搞定了, 一個很漂亮的素菜 男生都留下好相, 快拿過去給他們 我先讓他們試吃 你們真的有份煮的素菜 真的要試試 對, 我很喜歡吃木耳、圓耳 我也是 爽爽的, 好像很健康 能入味嗎? 入味 白菜很入味 對, 菇菌吃起來就不覺得很寡 是 又有菇菌的香味, 又入味道 白盒 又有些白盒, 又有些蘿蔔 真的有些脆口, 有些軟嫩 黃耳爽爽滑一點 滑一點? 是 那個菌味比較重 四哥, 很多餐宴都是煮菜 這次是煮齋, 我覺得挺特別的 我們吃完小籠包 這個蟹肉小籠包 這麼特別的? 這個小籠包為何在湯浸著? 看包串了 不會 不會 四哥, 想問一下 外面有湯, 包裡面還有汁嗎? 還有汁 因為我們用蟹, 擦到蟹肉 用蟹殼來熬醬汁 熬完之後就放進去 裡面就用蟹的蟹肉包在裡面 你試試看 是不是一口吃光了? 對, 一口 一口, 湯很鮮味 裡面的汁和外面的汁是一樣的 不同的? 不同的 外面的汁是清…很清 很清, 它有蟹味 對 裡面是很鮮和很濃的蟹肉 今天很感謝你們 謝謝大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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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很高興, 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也很高興 相敗 對, 相敗 很高興 這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如果想重溫這集內容 可以瀏覽這個網址 下一集我們潛入海底 和大大條的海參近距離接觸 總會坐船去大埔朝, 齊齊釣魚 想不想知道我們有多少收穫? 下集見